六朝廣的學生 鄉修町在家庭 哭泊割到家庭路上是感動很多人 在台東家庭營業的家庭裡的電線 勞骨又凌亂 在25號主動前往為他換路線 換倉LED燈 讓鄉修町一家火力 不用再煩惱家庭裡用電的安全 鄉修町的家庭沒找到 只能拿到洗澡的折疊桌 在家庭讀書作功課 雖然生活和特色的條件都相當的惡劣 但是努力康達 今年成功割掉第一志願 國立家庭入住高級中央 鄉修町康達的精神感動很多人 立正主持團體 愛武漢 希望團 黨員志工 正收費幾次的邦經 和保持青春期的家庭有自己的邦經 台電家庭庫營業的家庭 去關懷地坑著色著君 已經派完探訪王秀町的組織 可見他的家庭電線的線路 以及開關勞骨鈴鐺 而且大部分都有破損 用電安全堪油 最好主動 前往進化所有電線線路 換算LED燈 而且中心精靈接賦三燈 因為我們經過媒體的披露 我們也知道鹿草香 黃小妹這個情分相邪的事情 然後也感動了很多人 那雖然很多的團體也來協助幫忙 那改善他的生活環境 那台電也是社會企業的一分子 所以我們也提供這方面的改善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能夠來關懷弱勢 那我們知道我們這個黃色蠻老舊 依我們專業的眼光 那台電來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希望說能夠把屋內線 還有我們的接護線做一個改善 提供一個用電安全 然後呢也對於登記 我們做一個前面的改善 希望說能提供黃小妹在舊節期間 能有更好的發揮 謝謝台電社工人來幫忙 我們用這個電 給這錢謝謝你們 台電家紀庫營業廚處處 王開箱上我在台電家紀庫處 夾部經理露金 有的被動之下 全都能夠 並且第一次委門金 和新住民媽媽 亂是存媒 王生如哈欣的媽媽說 相當感激台電的用心和專家 不要再關了老股電線的危險 謝謝新聞人 祝來信 路超鏘 彩虹報道